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抗日战争中最让国民党舒心日军师团,美国也称之爱好和平。 说起日本侵略中国,稍懂历史的都知道,日本抗战初期派往中国的部队都特别强悍,通常中国军队5比1也只能打成平手。 所以,当时无论在经济上、军事上,中国跟日本差距很大,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,也一直惆怅不前。 但是在日本侵华部队中,也不是百分百强悍之师,其中,有一支部队,就让世人大跌眼镜。 这支部队就是日军大阪第四师团,也号称皇军中第一窝囊废师团。 有洲窝囊废,说起1939年日本与苏联的诺门卡战役,当时日军派两个师团,先抬第二师团和大阪第四师团,结果第二师团即行军四天抵达诺门卡,很快被苏联打得落花流水。 而大阪第四师团则行军了八天,原因是动员令下达以后,师团内的患病者急剧增加,最后军官们亲自坐镇衣物室坐镇,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出发。 徐州会战,当仁困马伐的国民党军队,刚刚跳出包围圈,见到一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后,顿时紧张起来。 奇怪的是这支日军精锐部队并没有追过来,而是在公路两侧堂而皇之升起火来,最终,中国军队平安无事,而大阪第四师团理由很充分,没有接到对中国军队进行截击的命令。 在长沙会战中,第四师团更是全线溃败,保命最重要,成为最时髦用语。 1945年第四师团头,将时,是日本部队中战死最少,装备物资保留最完整的部队。 美军对这支部队的评价是爱好和平,而第四师团很快就不枉费美军的这个评价,第二天就在美军兵营前整齐摆开摊位,都受其战争纪念拼来。 感谢观看